4月1日以色列向敘里亚的伊朗大使馆发动了攻击 造成13死 13死里面就包括两名伊朗革命卫队的高级成员 和圣城里的高级指挥官 今次以色列的行动很明显刮了伊朗100 亦都是转移视线 为什么要转移视线呢? 就是以色列在加沙里面虽然军事行动 就得到绝对的优势 但是西方传媒报道之后 很多西方的国家对以色列 即以军在加沙的行径不满 令到以色列非常大压力 以色列今次这样向敘里亚的伊朗大使馆发动攻击 伊朗因为是一个极权国家 说明说会报复的 其实以色列是想拉伊朗下场 只要伊朗下场 整个局势就不同了 起码令到西方国家在加沙的情况 就会转移到伊朗 因为现在加沙的问题 很多西方传媒报道 甚至西方国家都在说人权 伊朗是一个人权纪录很差的国家 因为是极权 伊朗内部不稳的 经常发生示威 示威完之后 伊朗捉人用这些酷刑对付示威者 伊朗在周边来说 对着阿富汗塔利班 在边境来说 也跟塔利班有磨擦 甚至在巴基斯坦那里 昨天来说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正义军 就向伊朗发动攻击 造成11名伊朗武装部队死亡 伊朗方面报道 也有16名正义军死亡 双方加起来有27死 这已经是伊朗面对的问题 伊朗和俄罗斯很紧密 俄罗斯入侵湖 打到弹尽量决都要向伊朗拿弹 伊朗供应了一些无人机 给俄罗斯 也有消息说 伊朗也供应这些弹导导弹 给俄罗斯 那问题 伊朗一旦 和以色列直接发生冲突 那是不是对俄罗斯 很大隐忧 因为弹药问题 伊朗如果和以色列打 伊朗都要用弹 向以色列发动攻击 以色列也会还拖 还拖会凸回伊朗的相关兵工厂 那些地方 那问题来说 以色列已经做好一连串的准备了 今早来说 网络上出现这条片 这条片 就说有以色列人拍到 看到那些车 就运送了 一些叫做弹导导弹的东西 那你说像不像弹导导弹的东西呢 这些 就是包着白色包着那些部分 那这里运送去哪个地方呢 就运送去以色列 这边 红海那边的地方 这个地方的中文名叫做 埃拉特 那 那这样 以色列内部呢 亦都是 发出一个叫做 就是向医护人员 发出做了一个特别准备会议 叫医护人员做一个叫做演习 因为 一旦这个伊朗呢 向这个以色列发动攻击呢 那会造成一些叫做伤亡 那这个以色列 也都向她的大佬美帝 做了一个叫做通报 那就是说 有报道说 有以色列官员 表示 他们呢 已经向美国明确表示 如果 遭到伊朗的攻击 他们 将 不得 不 做出回应 那 以色列的高级官员 也都表示 伊朗呢 在这几天呢 会向 这个以色列 发动一个叫做攻击的 那 以色列 这个伊朗 会向以色列 发动什么攻击呢 用什么来攻击以色列呢 就说 会用这个 远程导弹 和 无人机 巡航导弹的 那 问题来 这个 一旦 这个 伊朗 真的 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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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和以色列 打一场 那 西方的国家 是不是会支持 以色列 呢 因为有伊朗的因素 所以 即是说 总 现在 以色列 在4月1日 向 叙利亚的伊朗大使馆 刮了伊朗一巴 是否很明显 是否很明显 伊以色列 是转移市先 就是 想你这个 伊朗 落场 个人意见 独立思考 讲完